彰化县鹿港天后宫停车场前的三尊神像也被强风吹毁 信中都说呢 妈祖花灯是为了台湾来挡煞 而彰化的鱼港的交法也是不敌台风大浪被卷上岸 造成了渔民损失惨重 彰化县鹿港天后宫原本放置在停车场供民众欣赏的妈祖花灯 因苏迪勒台风侵袭被吹倒在路旁 左右两侧的千里眼顺风耳也不敌强风被吹倒 信中都说 妈祖花灯为台湾挡煞 现在已经功德圆满功成身退 苏迪勒台风一夜强风登台 彰化县渔民将交法停放在县内渔港 但有不少的交法挡不住大浪被卷到马路上 连港内的浮动平台以及多项设备都被强风吹坏 让渔民叫苦连天 台风带的风势强劲 造成许多船只互相碰撞 渔民抢时间赶紧在渔船上 绑好绳索固定 希望能降低损害 昨天的部分因为入夜之后 风势今天变得强劲 那导致于说我后方的那个 部长的第二部门台的部分 部分的场资 因为风力过强而导致碰撞在一起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有 渔民进行吊车 那到我们港区来做拖吊 到后面的平台的部分做摆放 那我们会持续联络相关的船组 那出来做那个船发的搬运的事 C暗巡大队表示 苏迪勒台风来势中凶 陆续传出交罚被大浪冲到路面上 或被强风吹走 但至于详细渔船 以及交罚损毁的数量 仍在统计中 联合报国宣文 战化报导